99元兩天一夜的溫泉團 住的是這間別墅 有個小花園 有個品茶區 還有個打麻雀 別墅有兩個房間 看上去好像沒什麼特別 但原來特別的就在外面 這裡還有個小型入屋的溫泉池 這個白盆湖溫泉度假村 還有很多室外的溫泉 真是由日頭可以浸到夜晚 只要不累就可以繼續玩 酒店還有免費的糖水 是不是很吸引呢 99元團 做DK的團餐又如何呢 我煮個甜皮雪茄 人羊都有份 來到這裏我送這裏 先喝酒吧 為什麼來參觀日有鐵皮石盒送的呢 這個團還會每人送一張 50元的八街超市現金券 究竟為什麼會這麼好處呢 大家先讚個好 看下去就會知道 大家早安 現在早上8點9 現在在福田口外我們等上車 因為參加了99元的兩天團 這次參加什麼團 溫泉團 上個星期才爬完龍船 現在要我去浸溫泉 可以的 你晚上也是沖熱水涼的 99元團費 還有50元的超市力券 點完名之後 我們就出發去深榮大廈了 每一棟滅水有兩間房 導遊說酒店給了部分房間升級 到底行不行 一會兒就知道有沒有亂說 上車派零食 吃了就補充體力 這個團派了好多次零食 哄得我老婆很開心 試過對的就幫忙買了 最重要是抱負很慢 然後跑去 距離第一個點 約一個多小時車程 大家可以睡一會睡覺 溫馨小提示 上車睡覺 不想聽人說什麼 最重要是自己戴上電腦 團費99元-50元超市現金券 再加兩天到郵快160元 等於每人實際是209元 還有溫泉酒店 連包四餐 進去聽書就是這麼簡單 桌面的產品 吸不吸引 大家都要等一等 哈哈 送的 這個不是陀奶 是陀奶手工簡 又是送的 美白去班面膜 這個又是送的 還有得試飲陀奶 試了才買 至於會推銷的產品 都會給大家看一看 等你覺得值不值才購買 有些團友買得好開心 不買的都沒事發生 要客人開心就要坐得舒服 這些硬板等就有待改善了 最重要是產品適用 它又沒有選擇你買 沒錯 基本上全部都是自願的 對 參觀完陀奶基地 兩三分鐘的車程 就來到惠州市博羅縣的 花惠里開休閒會所 原來這裡不止餐廳 還有一個花惠里開歡樂世界 這裡寫著搖雞 是$78元 謝謝 轉過來這邊 今天的午餐就是花痴樓餐廳 大家不用怕 行程特色寫著是 客家搖雞宴 冬瓜雞腳排骨湯 搖雞一隻 虎瓜炒蛋越筆越散 鹹菜蚊五花肉 炒冬瓜 炒黃牙白 炒薯仔 南乳炒大豆芽 洋蔥炒洋蔥 清蒸福壽魚 野生海魚就值錢了 野生福壽魚值不值錢 銀糊白飯 吃完可以拿回家 這個 是不是 試一下就知道 試一下就知道 通常 酒家門口 就會有一些土產品 野生 五指木頭 二十元一包 鹹蛋怎麼賣 阿道友嘗試 幫我們說到不用錢 不過最後都要兩元一隻 哈哈哈哈 紅豆老冰棍 不是 紅豆老冰棍 兩元一條 它沒有騙你的 真是冰棍 全冰 這裡有什麼好東西呢 十元十一條 嘩 索水毛巾 對呀 索水毛巾 送一條給我試一下 好不好 下次特意跟著你 啊 哈哈哈哈 南瓜兩個八一斤 香芋六一斤 就是這些 新鮮芋頭 嘩 這麼大塊 我們酒店有沒有煲水 做個芋頭來吃 不於污泥不宜 大家都好心急去溫泉酒店 但是等多一會 浮誠 合得團友多開心 眼睛都不用眨 每位團友送兩塊香茄 是不是很好氣氛啊 還會給些铁皮石盒 大家試一下 灌瀆的鐵皮石盒 由QRQ 給大家茶香產品珍藝 價錢不是貴 你看一下團友們 多踴躍舉手去 購買 更好玩的是他會給大家一張藥方 裡面有醫血壓膏、有護肝、有醫膏血糖和失眠 下面還有這個小診的電話 有不明可以隨時打電話問他 你拍不拍很沒空 沒空的 我幫你放上視頻 三眼沒東西打開 以上的藥方就不是中醫的藥方 大家怎樣吃就自行決定 下午三點半應該是去百盆湖溫泉 但是導遊說將明天的景點放在今天 我們明天就會更加自由 有桌子、有椅子、不是開桌子 又來聽書看蜂蜜 介紹的產品都是瘋狂張蜂蜜之類的東西 但我覺得最好看的 就是他會將一些清水倒入蜂蜜 然後搖兩搖就會變成蜂巢的形狀 這就是真的蜂蜜 聽完我們就上車 職員就推著手推車 怎樣買 上車有一位 上車有一位 那就糟一糟 350元買大送大 除了推銷 一會兒還會降價促銷 大約20分鐘任務完成 團友迎來開心時刻 太棒了 6點鐘 我們終於到了百盆湖溫泉 導遊在車上已經拿好我們的迴鄉證 所以一來到櫃面 就已經可以有鎖匙了 拿了卡 有人帶我們進房 對呀 不錯呀 有人帶進房的 22號別墅 掃完手帶 用開木門 就會見到半露天的位置 這邊就有泡茶的茶桌 這邊還有電動麻雀桌 直入就是兩間房 先進我間房看看吧 我這間房就是大床房 直去那邊就是洗手間 這裡就是乾濕分離 再進來就是座廁 這裡沒有浴缸 但是有棋缸 更加精彩的就要轉過來這邊 這裡是一個小型溫泉的 旁邊就是我老友的房間 進不進來看看 是啊 歡迎歡迎 挺好的 我們這間別墅仔 兩個房間的酒店 沒錯 你這間房間就是兩張床的 兩張床一樣是有洗手間 裡面就是洗手間 也挺好的 大滿足 你在這裡搞什麼 這裡有個水 原來我們可以自己開的 這裡有個小型溫泉 有個小池 開了水之後呢 就可以放水在這裡浸溫泉 都很熱的 有四五十度 還聞到溫泉的味道 其實這一團 剛才導遊說 是有十一間房 是酒店免費升級的 哦 十一間 是啊 所以就住了這些溫泉別墅 他就安排夫妻 即是夫妻對夫妻的 他就會升級這些房 是 在我們那間別墅走出來 就會見到適合小朋友玩的設施 當然 未必每一個團友對房的分配是滿意的 好像前面這些 標準房間 趁沒有人拍給大家看 比起我們分配到的別墅 就當然是一般一點 無論房間大小 經過酒店大堂 記得喝一杯 羅漢果茶 或者紅棗茶 這些都是免費任飲的 我知道大家心急看溫泉 不過再等一會 放好行李之後 我們就由酒店房間 走過來這邊吃飯 你們是溫泉酒店的餐廳 明早吃早餐都是在這裏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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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瓜中 啊不是 冬瓜湯 煎釀豆腐 肉碎燜茄子 酒店的蔥油雞 很好吃 蒸鑽魚 和蒸碎蛋 炒菜都很好看 炒水瓜 豆角炒肉碎 吃完飯 回來酒店的大堂 這裡有免費的糖水 番薯西米糖水 這個呢 木瓜西米露 木瓜西米露 不得之了 7點半 至9點半 紅豆黑糯米 嘩這個都可以 好美 可以嗎 好棒 又夠濃又夠稠 對 我以為我厲害 原來你也有 有意思 在這張桌上吃東西 要泡茶給你 沒錯 剛才看到各位團友 為什麼會來這裡兩三次呢 因為這裡酒店的糖水 月亮 不是 是街灯 吃完飯 回到別墅區的景色 又不同了 前面這些就是我們住的兩間房別墅 原來這裡還有三房別墅 就是上面還有一間房 沒有留意 我們這張桌 有茶 有水 自動泡水 多開心 可以嗎 怎樣煮呢 不是的 茶可不可以 九十塊錢 還要送回 五十塊來券給你 是的 還不可以吃飯 又冷了 都可以吃飯 三餐 四餐是早 四餐 三餐是早 喝完茶 就可以到隔壁打蚊醬 吃完飯 不適宜立即浸溫泉 所以我們輕輕鬆鬆灑落一個鐘 我們現在出去浸溫泉 九十九溫泉啊 浸溫泉 我們在這裡左騰右騰左右換位 因為這個是太極煙韻池 不浸你就蝕 一邊是熱的溫泉水 一邊是冷的溫泉水 很過癮的 今晚明月星期 雖然我用的都是靚手機 但是光線不充足之下 明天入口再拍多些靚溫泉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隔壁這邊 這邊光線充足了 好棒喔 你們 有按摩 整個溫泉區有紅棗九幾茶 大家記住一邊浸一邊喝多些 這邊沒有那麼熱的溫泉 大約三十多度 有兩張很舒服的按摩位 就算夏天在這裡浸溫泉 都很舒服 現在只是晚上十點鐘 當然要到處看看 真的猜不到 這個八盆湖溫泉 不只有溫泉池 還有一個真泳池 浸完溫泉不夠後 還可以游這個大池 這裡有個假山 究竟裡面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晚上進去探險 小心碰頭 此處禁練鐵頭功 有東西的 有個三十八道尺 哎呀 好石器時代 這個不錯 我們明天在房裡出來就浸這個 暈中凍 其實現在只是晚上十點半 但一回來這間別墅 看到這個情景就很開心 我們不是打麻將 而是叫宵夜 不過這裡地處偏遠 叫美團 原來是沒得送過來的 現在晚上十一點鐘 我們想喝啤酒 那怎樣呢 這裡有自動售賣機 數一數碼就可以了 這個櫃的啤酒不太冷 不過就好過沒有了 而今晚的宵夜 就是前台小哥幫我們 在附近餐廳叫的 這個炒米粉 好吃 是透明的 還有這個一打開 就聞到很香的薑蔥味 這個是薑蔥炒豬肚 兩樣加起來只是七十元 最重要是吃得開心 我們明天見 早安 早安 現在七點三的時候 我們準備去浸溫泉 浸完溫泉才吃早餐 在我們房間走出來 昨晚的溫泉太黑了 現在看不真 原來這裡有個洞中洞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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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好有日式風呂感覺 這個就是洞中池 中間就有一棵假樹在這裡 好像去了石器時代 而且這個池就沒什麼人騷擾 真是享受世界 這個就叫做樹根池 整個池的造型 在外面看就是一棵樹根 不過可惜我不記得拍給大家看 夏天浸溫泉不是傻 只要浸完熱水過冷河 這個就是昨晚拍過的太極煙陰池 哇 原來浸冷水是會刺激過浸熱水 我們由超級熱跌過來超級冷 好刺激 在陽港底下 大家就可以看到池水非常清澈 證明就經常有人去清潔 大家不要以為自己手機髒了 早上的溫泉煙下飄渺 就會好像仙境一樣 按摩池 用溫泉水再加水力按摩 真的挺正的 大家有機會來這裡 記得試一下吧 這個就是艾葉池 真的有藥味 這個泉可以抗衰老 還可以通經 不是 通經老 由艾葉池走過來 這裡有棵樹 樹上有很多樹上熟的蓮霧 又多又大粒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摘離式呢 這個是跌落地的 我沒有摘到 是呀 跌落地的 誰知道你那個 這裡周圍都是 這邊有個很特別的池 昨晚都沒來過 27度的水溫 裡面有親親魚 因為這個是魚鳥池 只是泡腳用的 這裡的腳皮魚 雖然不是一大群 但也會咬到你很癢 大家猜一下 誰對腳 會多些親親魚過來光顧呢 原來手都有死皮 我先浸臉下去 原來我們搞錯了次序 想剛才的親親魚咬多些腳皮 就要過來 有沙的溫泉 先磨一下腳皮 下面就是這些 這些沙 原本我以為夏天浸溫泉 肯定熱到我玩完 但原來又不是 尤其是這個環境 適合一家大小 很舒服 浸完溫泉 8點9 我們去吃早餐 記得帶早餐捲 大家對我們今天的早餐 有沒有期望 沒有期望 因為不想失望 沒有期望就不會失望 很正確的人生觀 99溫泉 究竟早餐會怎樣 有雞蛋 真的有雞蛋 除了有雞蛋 還有自選粉麵鹼 將選好的粉麵交給師傅 不過他沒有問我要什麼材料 然後就給我這碗 大家看不看得出這碗是什麼呢 一會兒就告訴大家 有粥有麥皮 歡迎大家來 這裡還有燒賣 雜蛋 各式的包點 不知道是什麼包 炒米粉 油炸鬼 這一塊挺有趣的 好像是南瓜餅 還有些蔬菜 飲品有豆漿 奶茶和咖啡 這一份就是我今天的自助早餐 原來一點都不簡單 這裡有新鮮的豬雜 雖然我不是豬雜愛好者 但難得有新鮮的豬雜 感覺上就好像小時候吃的豬雜一樣 早餐就不用跟桌上 坐得比較歡樂一點 這個燒賣比想像之中好吃 和燒賣粉就不太粉 肉了也不太多 但蔥椒好吃 浸完溫泉吃完早餐 回到房間才是十點鐘 去到檢查的時間還有很多 先睡一會兒 剛才有沒有睡覺 沒得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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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早餐面一面 我們一起益壽連連 好 11點3 我們上車準備去下一站 好 上車 下一站就是吃午飯 大約半個小時 我們經過西之江 這裡是東江的第二大支樓 全長176公里 等於來回上環至沙基灣17次 中午1點鐘 我們又來昨天的花惟里開餐廳 吃東西 為什麼我們又來回這間吃飯呢 因為昨天大家在這裡買的東西 不適合 就可以來找他晦氣了 或者對的可以再買 這裡就遇到一位網友 他說有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是啊 各位 又有個299海濱溫泉度假村酒店 一樓600呎的房 哇 這位網友所說的應該是這個團 如果大家去過的話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午餐了 菜乾排骨湯 燒雞雞變成一碟雞 鹹菜燜五花腩 魚鬆炒青瓜 炒青菜 蟻瓜炒豆角 南瓜 蒸碎蛋 鹹菜炒鹹菜 吃完飯準備上車 帶路途奔波 我們排隊去唱歌 無論這個團是否排發算 又是時候派發家營的 希望這條影片帶給大家開心 以及實用的資訊 多些出來活動有益心心 最重要是留言讚好 以及分享給你的朋友 拜拜